大家好 这里是星星在农村 都说年轻的男人容易心动 50岁以后的男人见了漂亮的女生 会不会动心呢 咱们去找人了解一下 你吃饭了吗 还没有的 还没吃饭了 你有多大 我过了两三五六十一了 今年有六十一了 对对对 都是不鲜大你的面相 都不鲜大 你这有几个孩子 四个女儿 四个全是个女儿 那你老人可想活吧 你这一条的老年人辈子的也都很好的 挺不胖 也都不胖 你说现在有的老的 就是说50岁50多岁的 也有的就是 不知道很多妈的那是男子 有的见到那小国民 就是说工作有的老年人们 有的老年人见到那小国民看着脏的 高看亮眼的也有的 是不是站着下着 站着下边 你好说到哪个都是那样 也有那样的 就是说有的那年人大点的 见到年轻的小国民 脏的好看的也是有心动的 有说那个意思是吧 也有那样的 你看咱当时没见过 倒是没见过 咱当时从历朝里代也都有这样的事 也都有这样的 对对对 你说安舅舅 你说他哪没哪 那人是这么想的呢 就是是吧 哎呦娘 其实这个四会儿你看看 四会儿风气太大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也有就是那的 就是五六十岁的见到那小国民 在那边当的军的 左看亮眼也有那样的行动的 是吧 对对 是不是也有过 你咱当时 你要说 哪个人少没有啊 到哪个都是那样 你看看 到哪个都是那个样 对对 关键是这个 也不管是从咱当时 从很早年就有 对对 何况现在的社会 你知道是 对中间有不一样的 对也不排放 你现在结婚 离婚都不算 是不是 是吧 对现在是 你看中间 你也像你这个年龄了是吧 只要说这家离婚了 那得小的了不得 对 是吧 是是是是 你也 这家离婚都不在 很流过了 很普遍的 很普遍 还有就是说这个 还有人家里头 还就是糟了 还很糟了 从年嘛 要是正过不了就 可能个人过个人的 也不糟了 对对对 社会风气 有点 有点 惬什么了 是 还是没了 那师傅 有点 那也是 那你老师家 其实有时候 一天你还 沾上药 说起来不 相当的年龄大点 都沾那个药 就有点威劳不准 对 人跟我说 人都是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 实际上到这里 做的 这首先就是 对 通过刚才和沈子的交谈 了解到 自古以来 就有这样的男人 不管你男人 50岁以后 还是60岁以后 见到漂亮的女生 都可能心动 本期视频 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